原本我们的程式是直接把这个中文的规则 通通都写在程式里面 但这样第一个中文规则会写得很乱 因为它必须要照C元的阵列格式 那第二个是这些中文的里面 如果有像许盖弓这种充码问题的话就会很麻烦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Unical 但是Unicalc元的编译器是否都有资源 这就要看那个编译器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交谈程式改成一个版本 是里面不再写规则的 那里面不写规则 我们当然规则就要写在另外一个档案 那这个是我们的规则档 Q就是问题 A就是回答 那Q和A就是每一个Q 后面可能会跟着好多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我们用直线来分开 那A也是一样用直线来分开 但请注意里面 千万不要有空白 我们会用Person S来处理 所以千万不要有空白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写了一个函数叫readQA 就是把这个QA.tst的这个档案读进来 那我们读的时候也是读一行 读完一行之后呢 我用SscanF把它拆成Q和A两部分 Q和A两部分 那再把Q呢拿去做tokenize 就是变成一个一个的分割完的字串 也就是我们会把像这种什么核实这些东西是本来是好多个 那分割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字串 那这个叫tokenize 那tokenize 完之后它会放在这个阵列里面 QA里面的Q阵列里面 A当然就放在A阵列里面 那放完之后呢 我们的资料结构大概就建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开始进去 读叫做比对 我先read QA read完之后 那个整个QA的结构建好 然后呢我就进去读 跟人家聊天 然后读一行 然后呢就回答一行 那所以最后的结果其实还是很像 我们的我们的编译一样 就是GCC这样子 然后呢执行的时候一样是这样 我们可以清一下 好执行 然后呢 OK那我们一样还是有delay 如果你觉得delay太过久的话 你可以调快一点 免得每次都要等很久 那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程式会变得比较干净 它已经是从外面读档 读进来 只是我们多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读档的 一个是切割的 多了这两个函数 其他大致上没什么改变 那我们多引用了一个String.h 这一个这串函数库 因为它里面才有STRTOK这种函数 所以大概整个程式我们现在改的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